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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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揍頭戲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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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進來到遊戲畫面之後呢 可以看到左邊這邊有個 Watopia 然後你選了之後就可以選路線 路線這邊就有很多可以選擇 那我們今天要騎這個可以參加抽獎的路線呢 叫做 Road to Sky 點進來 它大概是17.6公里 爬升是10450公尺 那我們就開始吧 OK 騎行 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條路線呢 就是最近很紅的虛擬室內彩台的一條路線 那這條路線呢就是可以讓大家在遊戲中 會有一個抽獎的機會 那像遊戲中的Lightway輪組 其實是蠻貴的 在現實生活中當然也是啦 一直到15萬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挑戰這條可以抽Lightway的路線 那要怎麼抽呢 你只要在遊戲的路線當中啊 去選擇 Watopia 這個小島 然後裡面呢就有一條 Road to Sky 這個路線 你只要完全騎完這條路線之後 它在山頂的位置就會有一個轉盤 那轉盤呢就可以獲得這個抽輪組的機會 當然沒有輪組啊也有手套或是安全帽 那我們今天就來挑戰到底在今天的Row to Sky當中 會抽到什麼禮物吧 OK 我們現在在平路段 等一下就準備進入爬坡的路段了 它總長17公里 但前面大概5公里都是平路 然後算是暖身階段 接下來就連續12公里都是上坡 但是上坡的過程 它每一個彎都會提醒你 這段彎道的路線當中 會有多少距離跟多少爬升 但是蠻酷的一個特點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 好 我們終於要進入 也就是遊戲中畫面看到的這個城牆 從這邊進去呢就會開始計算你的所有爬升了 它的爬升有分好幾個V字型的往上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右邊這邊會出現一排 就會跟你講你現在的坡度啊 現在來到了第幾段 然後下一段是多少的距離還有多少的爬升 所以從這邊開始就可以算是一個 Row to Sky開始計算的一個位置了 我們的爬坡路段正式開始 過這個線大家有沒有看到 左邊已經出現了 目前是總共有21段的上坡 目前在第一段 然後右邊的地圖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折返都是一個上坡的路段 我們要完成這21段的路線才會到達坡頂 才可以參加這次的抽獎 下一段 第二十段上坡有 0.7公里 就是700公尺 好 先挑戰完成這一段吧 成功賺到一個省力符號 它在21段的坡度當中啊 其實就是每一個折返點都有分段計時 所以你都可以看你上一次成績跟這一次落差多少 然後中間有時候也會有這種就是加碼 讓你有這個省力的這個空力帽啊 或是羽毛的這個東西 讓你騎得更省力一點 OK來到第15段 第15段算是比較長一點的上坡 這一段大概要騎3分鐘 所以其實每一段路啊 它都會跟你講 你上一次大概騎多少 最佳層級多少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有點像 一關一關破關的感覺 這一關破完換下一關 其實它的速度會過快一點 你就不會感覺時間過很慢 我們完成了第7段 現在進入倒數第6段 倒數第6段才是最長的一段 這一段有1.17公里 我們上次騎了5分50秒 希望今天不要慢太多就好 然後目前已經來到了13公里 爬升680 所以已經越來越接近到山頂的路線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路線是 還滿推薦給大家騎乘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騎乘當中 它是不斷的緩上 所以你應該從頭到尾都要把 你的檔位打到最輕 但我覺得它的訓練效果是 滿有感覺的 因為它大概一個多小時 就可以完成 17公里左右的路程 然後還可以抽這個輪組 我覺得是很超值的一條路線 重點是它每一趟騎完 爬升都有大概1000公尺 所以其實是一條 還滿好賺經驗值的路線我覺得 好 繼續努力 距離我們的終點 大概還剩下500公尺左右 我們即將通過終點了 來吧 我的Lineway輪組 開始抽獎 到底會抽到什麼呢 手套 可惡 竟然抽到手套 不過也騎完啦 總共是騎了17.8公里 然後爬升爬了1059 我覺得算是非常有練到 你看我全身都已經爆汗了 但有個小小秘訣要提醒大家 騎到上坡結束啊 不要直接就跳出去 因為接下來 你往前騎一點就會持續 有大概10公里的下坡 我可以賺很多經驗值 所以我通常都會直接順順的往前騎 因為下滑大概還有10公里的路線 那其實可以賺超多的經驗 所以就當作是緩和你的肌肉 往前踩 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啦 感謝Chimano提供這雙IC100 提供我在室內騎乘的時候 有另外一雙鞋可以做選擇 而且他們現在只要購買這雙鞋款 就有送這個毛巾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啦 感謝Chimano提供這雙IC100 提供我另外一雙鞋可以做選擇 提供我在室內騎乘的時候 提供我在室內騎乘的時候 另外一雙鞋可以做選擇 看集得好 讚 讚